我去年得知我肺癌一期之前 我觉得我是 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 我表面上看起来也算蛮乐观的 但是我的内心的那种惊慌失措 然后对未来的彷徨 我觉得是骗不了自己的 那时候我是两个孩子 我想着连最基本的 我想看着他们长大的这个心愿 好像都成了位置 对 我觉得我非常的补助 对 然后我想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他叫做刘欣慰 那他在望宏工作 那我以前跟他是同事 那他得知我的情况之后 他很快的他就打电话给我 那他在电话里他一直一直的鼓励我 就是会后找了验宽老师 那当验宽老师看了我之后 其实我那时候真的非常担心我无法练功 我同事还告诉我说如果老师真的不让你练 我要去跟他跪 对 其实我听到这个我真的觉得我非常的感动 对 然后那时候验宽老师跟我说 呃 呃 就是 好 可以 你可以来练功 你要加油练功 好好改善自己的身体 那我觉得其实老师 其实我当下真的是很感恩 因为我觉得 我原来担心自己的连练功的机会都没有 然后我觉得我看到我重回健康的一线曙光 学了和气功我就发现很明显的改善我自己的睡眠的问题 睡眠的问题还有就是我有好几年的胃食道逆流 我想可能是工作的压力比较大 对 胃食道逆流 以前都常常都会 就吃完东西之后一两个小时有时候都会呛到 是被胃里的食物跑出来呛到 像牛反猪一样 对 那但是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开心 然后我自己以前也有 就是以前比如说排便 其实我是两三天才会排便一次 那现在的话 我几乎每天会有一到两次的排便 我就觉得效果真的蛮好的 我的老大老二其实都是早产一个月 当然他们都很重 所以是健康的 那我觉得老三因为我练气功的关系 老三他在我肚子里待到38周以上 然后老大老二出生的时候 因为很早产 全身都是白色的胎子 白色的父母铺满全身 那老三的话他出生是皮肤非常的好 白里透红 然后都没有长任何的 就是任何的没有任何排毒的情况 对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气功的功劳 对 他让我更加健康 然后身体的毒素没有让小孩子继承在身上 老天让我生这个病 我想他是有他的意义的 他或许希望能够让我知道健康的重要 然后也能够分享给周遭的亲朋好友 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是非常希望 因为我自己的经验 再加上周遭的一些亲朋好友同事们的经验 我其实是认为在这个充满毒的时代 的这个世界 不管呼吸也是毒 吃东西啊各方面 甚至压力都是毒 我觉得应该要人人练气功 对 应该每个人都要能够知道 要让自己能够自己健康的方法 对 能够每天花个十几分钟二十分钟 来让自己更加的健康 这样子的话 每一个人才能够拥有他 很幸福美满的家庭跟人生 希望可以看着他们平安的长大 然后看着他们出嫁 然后看到我的孙子孙女